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是新在加拿大的陳志健先生 你好,其實一直都很想請教你很多東西 在香港的時候,反而當大家都不在香港,就更加容易唱衰肉演 因為你是一個金融財進,我自己也有不少朋友在金融界 就是iBankers等等 我一直都有一個疑問,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其實他們是怎樣看的呢?表面上都很風光 但究竟他們有沒有意識到什麼危機? 我們從這裡開始講起,再講你個人之後想怎樣 我想現在,其實比起我二十多年前回香港 這個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大家都看到是那個所謂的dismantling process 是一直插下去的 一向如果你說我二千年回頭回來 我是信什麼呢?就是鄧小平1.0模式 但是說這些東西,人們都覺得現在根本就沒有了 就是你一國兩制的兩制在哪裡呢? 但是那個問題之處就是 我們深信的東西就是香港是左中右聲音都有的 那個是最適合香港的,就是資本主義是最適合香港的 就是如果你說有真正的法治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講什麼都假 你講的最基本的東西就是 你有沒有一些很簡單的指標 有沒有七一遊行,有沒有六四燭光晚會 對,金融界那樣東西就是不是不看這些東西 不只是看Lunberg Terminal 不是講的只是extract多少 return from the market 是講的你住的那個地方你住得舒不舒服 講的是有沒有一個hope,有沒有一個盼望的那個城市 那如果你說只是去想著是賺錢的角度來講 那香港也都,老實講如果你說做集資,corporate finance 就不到你香港人去做,你做back office 你做risk management的那些可以 但是那個情形是不同了 那那個情形不同了就是會變了很多人會想著 如果我做資產管理,為什麼我不去新加坡呢? 那隨時這個港版國安法因為是一個無極限的東西 它將香港根本性的改變是令到很多人都不相信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去很虛偽地去講說香港沒有變 其實變到你最有潛力去做未來的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司長,甚至特首,現在你拉上去坐牢 那代表什麼呢?就是你不尊重鄧小平的1.0模特兒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本人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香港這個模特兒出現了問題呢? 你都比較早發聲,在國安法之前很多年了 其實對你來說,我不敢說叫wake up call還是怎樣? 第一個信號是什麼時候呢? 說說有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 甚至就是建制的評論員都在說 one person one vote without pre-screening那樣東西 說來說去 但是去到一個point我想是2013年 說的是和平佔中的醞釀期開始 說的是你搞這麼久 因為那時候現在都在說差七個多月 就已經一國兩制上半場都完了 就是說我陪留了13年的時候 為什麼還沒有普選這件事呢? 那那時候我覺得是誰守著香港 老實說就是so call 我想你和我都認識的了 Simon 就是譬如你說已故的李鵬飛先生 自由黨的 你說黎智英先生 當然現在是港版國安法之下 現在在拘留著 Martin 李柱銘這些 我覺得 就是我還是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是 說的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多元聲音的 那甚至你說沒有問題的 你有蘋果 你有大公 你有明報 有星島 那現在你連張報紙 蘋果都沒有賣 那我想差的情形就是 當你沒有了個第四權 而你說記協都危危苦的時候 那你還剩下什麼呢? 那你剩下的東西就是一個虛殼 那失望的東西當然啦 我們說是特首 如果你說在一個投資銀行 來講你是一個 incapable的人 你可以已經馬上解僱了 但是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本來說你的認受性低的 你就會自動辭職 但是現在不是啦 繼續死坐在那裡 當然我相信跟北京反映的人 都有很多的 包括我們金融界都是 那樣東西就是 它已經集住了聲音的時候 這些人在賺半球美金一年 再加上很多perks的人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為香港好呢? 我希望 就是我這樣說呢 就是 我覺得還是 香港現在那幫官員 其實是 他是做多了的 沒有人叫他做得那麼盡 但是現在你說 就是 Dismantling process 那就 萬劫不復了 這個香港 剛才你提到那些 就是金融界的人 可能會反映一些意見 但是我們都認識不少人 他們都真的想著 賺夠錢就走了 現在起碼還能夠錢 那我就不出聲了 就是 其實這樣想的 的人以你 個人的認識 有多少呢? 而他們這樣想法 會不會都令到他們本人 出現一些風險呢? 我認識建制更多 其實認識 就是 叫做繁文 我不要說 建制 就是你講金融就是建制的 老實說 那個問題就是 你 會見到很多人 就是 他 跟內地的人一樣 就是說 錢留在中國 不是等於自己的錢 現在 那幫 講和做是兩種東西 那他 跟著就是 extract as much as possible 在香港 這個 現在在沉著的地方 但是 他沒有想著 去把香港的核心價值搞好 那些人 那些人 你現在看到 最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 就是 極大的緩血 我相信七至十年裡面 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都不會在香港 那世界的香港就是現在 正在顯震中了 譬如你現在在台灣這一刻 你看到其他那些人 金融那些就是新加坡主力了 跟著就是說 去倫敦 跟著 甚至搞了加拿 這些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 當一個地方它是不穩定的時候 就是做財政 它不會大挪大挪 說 我走了 反而就是它走了 那些關鍵人不會再放在香港 如果你是一個 entrepreneurial setting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事情是很不穩定的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報道 一些外資在香港 他們的口和行動是不同的 但是你會覺得 整個時間表 如果他們真的要走 又不會大挪大鼓 那整個過程會是怎樣發生的 或者是最後了多久呢? 這個這樣的 他們由現在說在這裡 到真的走了十年 沒有人猜到 但是問題就是 今天這一刻我們在聊天的這一刻 就是拜登和習近平主席在聊天 但是聊來聊去都聊了這麼多個小時 但是香港的問題其實是 不可以不圍繞著究竟 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博弈去看的 但是我們可能有一個程義傑就是說 現在所有事情都已經散了 那你說金融界 怎樣去看香港其實就是說 它那個contingency plan 那個business contingency plan 是一向要做的 而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如果是一個資產捐理公司的持牌人 我在亞洲用香港好 還是用新加坡好呢? 誰會尊重普通法呢? 那如果港版國安法是沒有極限的 而去執行那些人呢 那個mental state 不知道它是不是健全 你不能嫌老的 現在要做就做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說一個人不正確 你還是在公司 還是在公司 或者在公司的地方 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現在香港有這樣的情形 我住在香港的時候 都聽不少建設派的人看過 他說新加坡其實都很威權統治 政府都不見得是十分之尊重自由民主 但是為什麼外國又這麼相信它的金融制度呢? 如果他們做到 為什麼香港做不到呢? 那你會怎麼回應 一類這樣的看法呢? 我想如果你去看 用港版國安法已經抓了的人 當中 有一些是可以 contest for 香港2022年的行政長官 都有一兩個我覺得可以去 contest 首席大法官 那陸政市市長 那些最明顯的人在那裡 那你說 現在在說的東西就是說 香港它是 由於它做了一個叫做 假大空的東西 就是說香港港獨 其實香港就是 根本就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就是最實際 也都不是那麼健康的 就是說 向錢看 但是 那時候我認為鄧小平 那1.0模特兒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愛黨 就是基本上 就是你要捍衛兩制的差異嘛 但是現在他們在說的東西就是 那兩制好像見不到有 現在看到有的東西就是 好像一個 就是Rubai fear 就是好像軍管那樣的情形 這樣留下來 在香港的香港人其實是 你看到有些很多數據說 我們那個抑鬱指數是 差不多八成人是 你變成一個不開心的城市 那你怎麼可以 好呢 所以這件事就是 你跟香港 跟特首反映 跟李家超反映 沒有用 你是要跟中央說 那哪些人去說呢 去到哪個層次呢 那就每個人有不同的做法 這些事情 所以你意思是說 譬如說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跟新加坡相比 是不是那邊反而做到一件事 是 它政治怎樣去緊也好 不會影響到經濟 至少金融界有這個信心 但是香港金融界開箱 這個信心都實去呢 新加坡我覺得它是很死板的意思 我說死板就是它 它不是很dynamic 但是它不是會令到你覺得 它沒有了一個法治 現在你簡直是那個 那個法治是崩壞 但是你是沒有信心 你去 隨時你一個新的start up 新的business 來到香港 我怎麼知道 我會不會做了兩個Michael 就是這個 講的是加拿大 和孟晚舟交換了那兩個 這個是信心和人心是互動 但是就算你說香港是 看金融也好 那你看金融的 你講的是有沒有法治精神 那法治精神現在是沒有了的時候 那你還怎麼相信那個地方 而新加坡我相信 大家不會有這樣的疑惑 就是如果你說去做資產管理 那你就跟金管局講 就是說 你去拿什麼類型的牌照 Exempt Fund Manager也好 怎樣也好 那那個procedure很clear-cut的 那跟香港現在不同 你去香港也要隔離 現在你玩那個政治清零 你就是玩死香港 就是香港應該是跟全部 不要說亞洲是全世界的金融 的城市去競爭的 現在是不能競爭的 現在是落後得很厲害 還有你說的 新民自由指數現在是跌到谷底 那這些事情就是說這兩年裡面 全部的事情發生了 那怎麼說呢 怎麼想幫他去包裝也好 都不行 你是要換那些好的人 就是你不能quick fix 你就是要由頭來過 由頭來過就是說 回到原先兩年之前的事情 就是再 等於你說 1976年 香港 有特赦啊 那時候 那些警察很貪欖 那你港獨有特赦 那現在可能就是 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個 不是大不大和解 是要將一些事情 你可能是要一個 跟北京說 喂其實是 有一些人 用心做得不好 搞到現在香港這樣 那從頭來過的就是要 好像鄧小平那個 1.05模特兒那樣 那個法治精神又在那裡 還有你要有多元的聲音 就是說起來好像很天真 但是你兩個micro可以換到一個孟晚舟 當然背後有很多事情是談了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要信有奇蹟 好過覺得絕望 是否你對中央政府還有一定的期望 就是你為了香港還有可能可以回到某個 原本的狀態 還是這些都已經是一些比較大的幻想 現在來講我唯一我可以希望 那就是我 我是有一個信仰的人 就是我覺得是有奇蹟的 那個奇蹟就是回到1.0 鄧小平模特兒 因為你六四之後 你想著屠城之後 你都沒有可能中國會變好 但是鄧小平就想了一個 就是用一個經濟的方法去搞好一些事情 但是他們要給credit的人 就剛剛拿去坐牢 那我相信的 就是我相信是有很多事情是會 可能一夜之間改變的 但是背後要有很多事情是要去做 那我不會是覺得 現在香港是不能夠 就是等於你跟我說 會不會黃之鋒要坐一輩子的監 我寧願我相信 就是會有一個奇蹟 就是說香港會變 會有一個 miracle 出現 否則我們現在在做些什麼呢 就是難道等死 就是說去做世界的香港 搞什麼黃色經濟圈 不是啦 我覺得還要跟北京去反映 因為最慘的是現在 什麼黑暴啊 什麼港獨啊 全部就是 講的是 這幾年有些有心人是 弄出來的這件事 這就是我認為 我覺得是 有很多事情是 不應該是這樣 是應該跟回1.0模特兒 你覺得如果有一個 就是叫做 miracle 出現 對北京來說的誘因在哪裡 就是現在都已經去到這麼盡 而這個是整個國家的政策 都向著一個左傾的方向 如果真的有機會改變 你覺得有什麼原因 可以令他們這麼想 它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現在那幫治港者 老實說是用錯了 或者是他們 他們 就是已經exceed了他做特首那個 應該有的 因為他不是accountable to 香港人 他應該是 他跟北京 他是要做 就是要report的北京 但是在香港 他沒有做到香港特首的那個job 就是香港市民現在在煉獄當中 那是一個人道災難 弄了出來 然後再嘻嘻哈哈 稱什麼零 那些就是說 如果是 incapable的人 就是 file her ass 十次了 已經 那你再加上 現在你整個horror show 那你怎麼做生意呢 我們 就是你看到 你看到日日去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說 這個違反國安法 那你 說到五十幾 六十個NGO 都好像 整理了 那要反映的事情 就是 不需要再跟香港 任何一個 技術性官員 談 因為他們已經變了 變了 怎麼說呢 好像一些軍閥那樣 那要再談的事情 就是 跟他上面的人談 就是這樣利益 因為你的 就是樂觀的精神 其實都 一定是有你的信仰 去支撐 那你本人打算怎麼走下去呢 就是你當年回到香港 現在回到加拿大 但是你在可見的將來 你會怎樣去計劃你的人生 沒有的 那現在都是這樣的 就是有很多用不同的渠道 要去跟他們 去談一下他們 金融根本就是 建制方面的就是 一定是你在說 Finance Real Estate 那些就是 金融圈一定有的 但是 你在說 就是利益當中 你要取資有道 是不是 那 那 那不是道插那個道 現在就是 但是 unfortunately 我們香港人 就是香港出生好 或者在內地出生 來了香港住很久都好 現在最深痛的事情 就是說香港沒有了 沒有了那個 我們原本有的那個法治精神 那甚至你現在說的 什麼獅子山精神 他都好像想 不是很想要的 那這些事情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要去 hatch 那個risk 就是 接下來那二三百萬的香港人 在 比如說在台灣 也好 在多倫多 溫哥華 Manchester 就是倫敦這些城市 那就是 延續那個香港精神 那那些 香港的香港 和世界的香港 那是一件事 那還有 就是要跟北京去談 就是說 下半場其實 現在就是 unfortunately 變了就是 舊的香港 就變了很差 那就是世界的香港 延續 但是你說 反而我還是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那百多個人 現在抓了 港版國安法的人 因為他們就是 最精英的精英 你抓了周恆彤 你說他 顛覆國家政權 沒有意思的 根本他講的是 他可以做首席大法官 是那些材料來的 是一些IQ EQ高度很重要的人 那你找些垃圾去做 押住那個位 賺個半球美金 我覺得這個是香港的悲劇 那我沒有一個solution 去說 可以怎樣 但是說 每一個人 餘下人生 應該對 我覺得應該要有反應 你說 你說 我要滅了共產黨 什麼天滅中共 I don't believe in that 就是我覺得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談的 那談之餘呢 就是說 大家要真的去談 他們不再想回鄧小平 1.0的模特兒 那聽一下香港人 怎麼去看 什麼叫1.0模特兒 那甚至 北京應該怎樣呢 可以考慮的事情 就是說 好像投資銀行那樣 就是說 你會有參考議題 會有360 dialogue 就是不只是他講 你是要聽一下 香港人怎麼看 現在你就是找個特首 李家超 鄧炳強 你閘住了那些聲音 香港人現在有沒有說過 沒有東西可以說到 對不對 或者世界的香港的香港人 怎樣可以令到香港 可以變回 不是好像兩年前那樣 起碼 正常一點點 但是 OK 你要有個理由 你去放回那些 現在拘捕的人 那你就是全世界的香港人 就有反應了 I think 這件事是他們要學的 就是學一下 Golman Sachs 怎麼去 去處理這些 Town hall meetings 他們是沒有做的 他們只是 用一些 top down approach 那些 就是stupid 我實在說 要虛心學習 特別是香港 特區政府 逢星期二 早上那些 行政會議 那些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現在你去講 選 立法會好 你去講 選特首好 你要學的東西 就是說你要 信心和人心去互動 那 現在你沒有了那樣東西 就是 不如聽聽 在世界的香港人 那裡怎麼想 包括那些建制的 那些子女都是在外國的 那 不要 就是做一個偽的人 你覺得 哇 香港現在 很清零 什麼 什麼 清什麼 現在香港根本就是 一個人道災難 所以我們 剛才聽你分析 就是我想 很多朋友應該找到一些 refreshment 就是難得你都依然是對這個制度 現在這個 整個現象 你覺得還有一些 傳記 那我想 大家都是一個需要信仰的時代 雖然 我想都沒有哪個人 可以有解決 但是 即是 既然剛才你說的分析 那我想 都會感受到你的 這個 樂觀積極的一面 要的 我想 就是 如果 每個人都 結合了 就是 都 沒有了 你每年 你 這麼多 budget 去拉這麼多人 那你 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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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你 在香港剩下什麼 然後 你再在上面 找些人下來 那 香港 就不是香港 只剩下世界的香港 沒有了香港的香港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很高興聽到 Era 你在加拿大 的更新 其實你依然覺得 香港 還有一些解決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有點驚訝 因為很多朋友 即我認識的那些 都很深淡 亦都不會覺得 即你中央整理著有什麼 解決 但是 即我剛才 你說的東西 跟我在過去一年 接觸的海外香港人 是有點不同的 即你依然對他們有一種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 期望 那我希望這件事 eventually 都會有些成效 那我問問你 Simon 你有沒有期望 你覺得有沒有 其實 因為我不是信教的 那我是讀 文化科學的 我是計數的 所以我經常問的問題 就是他們有什麼誘因 因為我 想的是 他們如果有的誘因 就不會發生到今天這一步 即他們如果想 這樣這樣這樣 那不是不應該走這一步 走這一步 一定有某些 他們覺得很合理的東西 而這些是我們覺得很合理的東西 但是 譬如這個政團 這麼多人 也有他計數的方式 那我就覺得 大家計數的方式 出現了一個結構性的偏差 即我見到 可以有不同的計算方式 或者說 也很難有一個信念 即這個是 就是我那個 叫Discipline 暫時見到的 嗯 好 這是 在我的頻道 我們聊聊台灣有什麼好吃 好的 先聊到這裡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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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